今天大家有没有买股票 美团跌了18% 刚刚见网友说了美国股市 为什么现在暂时只有一个人 因为啤梨一早都在 不过今天非常忙 因为今天很多人上来买东西 知道是今天八折 我不知道明天会否继续 当然我们今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叫闹钟起床 一早上我们的美女 去到我们的游泳明天是几点 好像9点4还是9点8 游泳的决赛 我都要查一查 刚才我大约5点上来 一来我们studio出面 已经几十人排队 排队是什么呢 排队买东西 所以现在啤梨 今天是要帮大家服务 即是现场买东西的观众 所以暂时就是 他可能有空才进来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 因为外面有很多人 我大约今天是4点5分 5分 4点5分 上到来的时候就几十人 然后呢 我看到有 哇 这么多人 我真的猜很多人 但比我想象中是多几倍 然后呢 就看到 他遮一遮 捉一捉我 我的手 然后他说 你可不可以叫阿啤梨快点 我心想 哇 即是难一点 因为始终就是 很多人 好 等下 等你讲一下 先看看 今天八折 明天没有八折 如果明天 我们游泳 拿牌 不用 拿金牌 拿铜牌 我先说一句 我今早回来 其实我预计的是今天会多客 但我猜不到多得这么紧要 是 来到 我都比想象中多 其实走的人都走了过百人 就证明这个世界 即我们要做多些善行 证明我们的网友 其实环境都是窄窄的 为了那些少计算 就不断来排队 现在其实很麻烦 外面是停了的 现在在排队 我想 连街外面都过百人 是 真是的 我以为那些人是排队看明星 不是排队买东西 就是这么耐性 很多货都卖光了 其实呢 我今天在这里做的时候 我在这里只是觉得两样东西 昨天我们有两个老友记 都是老友记 他们就说 这些东西很便宜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昨晚一开完口 其实开完口 因为我心中有数的人 我就知道我买了 有几个产品 我当然不在这里说 我只是输的 当然是输的 数了 我才知道是一百折 而且 还有 其实我们一般人做减价 我是很不喜欢做减价的 不要理会 我是很不喜欢做减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减价呢 只有两个原因 你要做 第一 你要散货 有些货 你要换更新的货 货的底大 第二 就是货币 即你的货币不够 这两件事我们都不会面对的 为什么要减价呢 因为 我们后面的货币 嘉朗 拿金牌我们就开心 是 因为减价呢 而且我还很明显 我告诉大家 是做这样的 我一直做一段 觉得自己很稳定 譬如有些货 是长期基本上 市面上差不多 只有我有 这些客户是长期 例如零支包子 他不跟我买 他就不敢买 我突然去八折他 他就买 那我的客户上来 是买十包 二十包 一百包 但是将会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是会没有生意的 现在只不过这个钱大了 但这个钱我又要买货 其实我是很稳定的 但是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快乐 明天都很快乐 何思培 这么说 总成绩排第二 这些我首先要潑一潑眼水 总成绩是不关事的 但是 我就觉得大家 证明了他的实力 是有机会的 实力 我都说了 是不关事的 你如果说一个机会 现在大家说什么 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 不要给他压力 真的不要给他压力 拿银牌我都觉得失望 那又不好 是 为什么呢 其实你要看完 因为我其实 我很老实 张家朗 张家朗我没有跟过他 张家朗我没有跟过他 但是何思培 我是跟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比较快的东西 何思培我跟了很多年 他其实很像张家朗 有天分 青少年比赛冠军 破纪录 然后洗青杯 世界杯 世界排名 他其实都是一样条路 好了 上级奥运一般 虽然好像是第十三 现在是香港最佳成绩 现在准决赛就是第二成绩进去 由第二就是第二成绩 OK 那究竟会怎样呢 其实呢 我跟大家说 如果 首先就是希望 会有些突破性的表现 突破性的表现 很多人都在这个 决赛里面做到的 是 那你就是赢金牌了 如果你没有突破性的表现 但是对手很差 那你也是赢金牌的 但是对手都不会 每个人睡觉的 或者有些第八线的 突破了上来也不期待 他之前在室内比赛曾经破纪录 但因为室内 那次的纪录就说不算 如果再计算 他就知道他是什么事 所以 我们一样的打气 明天早好像九点多 是很早 九点多 九点四左右 大家好 明天大家放心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 都是不会有抗拒的 不会有抗拒 你说这是不是什么 你做不及 根本现在做不及 其实我现在进来 那些人都停留了 对 好了 希望大家 今天有什么开心 大家都知道 没有所谓 不要进来和大家交代两句 如果大家不派排队的上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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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买一盒 所以 昨天阿静在那里 不可以 大家不要介意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 我跟大家说 有些东西我真的不说 有些东西我真的不说 我这些供应都在听 我这些供应都在听 我这些供应给我的价钱 是便宜是贵 你以为我知不知道 只不过是 事弄弹 就是这个意思 OK 我全部都心中有数 说真的 第二样东西我真的不认 你有什么评论 什么 你说大生意 我都不认 你说这些零售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经常都觉得 我是第一名 我一直都觉得 是第一名 竟然可以是他 这么离谱 就是一般的零售集货 因为我是很喜欢 我现在都是上网看 人家买多少钱 买什么东西 就是我是喜欢 他女友记 阿肥诚说 没有货怎么发折 没有货 哪些货 都要多谢他大家 Anyway 不要紧的 总言之 你够僵的 继续上来排队 是 你屌你 你排得倒队 我就要赵你 因为我是热爱这个工作 戳够你们就是 是 你知道吗 好在我先见知名前日 去深水埔 买了一些粗橡筋 否则 就赚爆了那些橡筋 我这些橡筋 知道吗 但是你不用找货 好 不是我 你问我这十八天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的 就是找货 没所谓 总言之 开心分享 其实除了张家朗之外 还有还有何思培之外 还有的 我们李慧斯都没有出场 还有的 五加朗呢 五加朗 OK的 你们慢慢来 好我推翻他的椅子 再装个屏幕 是的 好 让肥立他先装个屏幕 三位都门 这些 为什么他要去深水埔 买橡筋 可能就是 深水埔 大家记不记得 王城志都是去旺角 交电马费 所以去深水埔 买橡筋 都不出奇 这些 我们在太子 走过去深水埔 很近 让肥立 关门 免得那些音 放在外面的声音 刚才大约四点五十分 就回到来 啤梨就说 今天的节目 我们搞定他了 于是我立刻和肥立咒 叫饭 然后搞一些温丹 弄一些图 等等 都会 先关门 这场是否当最正分析 又不是 因为我平时 啤梨晚报和最正分析的材料 其实我是有它分开 为什么 有时我知道哪些题目 例如刚才啤梨讲 或者那些花边新闻 多些其他娱乐 他怎么说 例如那些 例如 空怕新闻 多些一号黄庭 我会有分配 例如他刚才讲的新闻 我主要就放在啤梨晚报 所以今天 这一集的啤梨晚报 准备一些材料 都是我传给啤梨 准备是啤梨晚报 那些材料 如果你见平时我最正分析 最正分析 就是会多很多些 就是国际东西 或者是多一些 就是比较 怎样说 深入 少少 就是资料性 它多些 啤梨晚报 通常是娱乐 它多些 就是这样 那 昨天不知道大家 现在在8点22的时候 有没有一起看 我见到在街上 就是看网上的人做直播商场 是全部人头的涌涌 大家 昨晚我都相信是很兴奋 虽然在网上 都有一些人 都因为 怕播歌 都不想 阿交朗赢 有些说 结果都是阿交朗 不负他进亡 虽然那些声音 我不知道是曲线 还是怎样 或者也反映到现在 你香港的情况就是 不想听到那首歌 那 没有声音吗 有人说没有声音 是 喂 那想怎样 一个人又说 脱不脱肘 就是 就是问这些脱禁问题 真是瘋狠狠 是什么 那再对其他人 做直播 不是好地地 这种平常时 戴上就戴上了 就是问问 戴不戴帚 随不脱肘 都不经常搞这些问题 那些细节的红水 是用别人作发脾气的 戴不戴戴 随不随随 有什么关系 喂呀 我可否不要整天在小的事情都煩了呢 你不要再做了 蝦肉組龍卷 榮獲第64回 別人外出 全國薄茅品評會 水產廳長官大獎 去彈牙 躁軟中有硬 硬中有大軟 一盒有十粒 滷滷堅挺 包你吃過之後 翻尋未兼拎拎你 私食家每盒198元 逢星期六道货 订货你可以WhatsApp去